庄中葬礼上一帮女人当着逝者的遗像 脱掉衣服白豪pose 随着音乐律动开始摇摆 嘴角扬起的笑容没有半死悲伤 绝然不顾失去女人的感受 这丧尽天良的一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纳美从乡下转学到首尔 因为过于紧张说出了家乡访言 土里土气的她遭到了班上同学的嘲笑 看着他们满是名牌包包鞋子 小地方出身的她免不了有些自卑 以下课班上的女恶霸就来找纳美麻烦 这时仗义的春花出手帮她解围 并带她融入新环境 春花有个六人团体 除了打架一流的她 还有爱做双眼皮的 满嘴脏话的 彪恨书呆子的 立志要做韩国小姐的 以及漂亮又傲慢的秀智景人 每个女孩都各有特点 这个年纪的她们是那么的朝气蓬勃 这天那么上学要迟到了 手忙脚乱中 乌把爸爸的工具包当做书包带走了 这一整天她过得很忐忑 甚怕同学们看到又要嘲笑 好不容易挨到放学 却在临走时 一个扳手从包里掉了出来 恰好今天是小团体约人干架的日子 又很恰好 她们都没带打架工具 于是唯一有工具的纳美 被带过去冲场面 抵达地点时 隔壁学校的小胎妹已经到了 率先出场的是 双方很会骂人的种子选手 一翻嘴抛下来 小团体这边显然骂不过对方 纳美从被拉过来时 身体就抖得不行 眼看就要输了 她就顺势当作鬼上身 骂骂咧咧咧 疯癫的模样成功吓跑对方 经此一战 纳美成功加入了小团体 她们还取了个团名 叫Sunny 在为校庆编舞时 纳美跟不上节奏 她就索性胡乱挑 其他小姐妹看了都在调侃 只有秀智不满地骂了出来 这是她们的第一次争吵 纳美不明白秀智 为什么那么讨厌自己 于是堵在她家门口 势必又问个明白 几杯酒下毒 纳美才知道 原来秀智的后妈跟她来自同个地方 她讨厌后妈 因此也顺带不喜欢 那个地方出身的纳美 就是这么幼稚的理由 差点让她们之间闹得很不愉快 女人就是这么神奇的生物 一个小小的理由 就能瞬间讨厌或喜欢上对方 误会解开 秀智也正式欢迎纳美加入她们 可纳美跟姐妹团的要好引起了女恶霸的不满 她不断挑衅纳美 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也能找到朋友 真是可笑 这也许就是嫉妒吧 女恶霸曾跟春花是好友 但因女恶霸吸毒 所以两人分道扬镳了 纳美的出现取代了她在春花旁边的位置 她自然不满 听着对方说出自己过往的不堪 女恶霸怒了 叫人按着纳美就要给她拍果照 而躲在一旁抽烟的秀智 目睹了这一切 她帅气登场 拿起燃烧的木棒怼在女恶霸眼前 吓得她惊声尖叫 纳美不想将事情闹大 劝着秀智放过她们 本来就打算只给个教训 秀智自然不会真的伤人 放过她们就扬长而去 反观女恶霸受到惊吓 情绪崩溃 加上老师的指指点点 使她瞬间爆发 最后留下的只有一个凶狠的眼神 七个女孩坐着火车外出踏青 其他人都在打闹嘻嘻 只有纳美拿着本子 在领目听歌的男神 女孩暗恋的心思昭然若显 当纳美还沉浸在她的笑容时 却看到了秀智跟男神接吻的画面 躲在树后的纳美黯然神伤 她独自踏上回家的火车 这段还没开始的暗恋 就这么悄无声息的结束了 笑成了一段时间后 在孝敬当天 女恶霸找上纳美 她一改往日的状态 整个人疯疯癫癫 像是磕药磕头一样 拿着汽水瓶 就要往纳美嘴里塞 听到消息的姐妹团赶来 几人争斗了一番 女恶霸亮枪站起 仗在刚来的秀智身上 失控的她 拿起破碎的酒瓶滑了上去 圣人的鲜血一点点滴落 秀智漂亮的脸蛋被毁 也被松进了医院 纳美几人因搞砸孝庆和打架事件 被学校退学 意外的发展让女孩们不知如何是好 听说秀智企图自杀 这件事的发生始终是他们心里的一根刺 大家也因被退学都要离开此地 青铜手足的他们面临着分别 桑尼姐妹团即将分崩离析 但春花让女孩们振作起来 意识的分离不代表永世不见 他们桑尼总有一天会重新聚在一起的 就这样时间一晃25年过去了 纳美成为了一名家庭主妇 丈夫事业有成却不体贴 女儿冷漠处在叛逆期 尽管如此 富裕的家庭让她少了很多烦恼 但这样的生活好像一眼望到了头 因此她时常拿着照片 缅怀年轻的时光 一天她去医院探望受伤的母亲时 久违遇见了春花 这是他们时隔25年后的第一次见面 却不想久别重逢 得知春花患有癌症晚期 现在只有两个月时间了 可两人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 就被丈夫的一通电话打断 现在纳美要马上回家 她很抱歉 希望能为春花做点什么 刚听到这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纳美还没反应过来 所有回忆就已经浮现出来 孝心过后 大家就分散各地 但现在为了春花 她必须找到姐妹们 愿她最后一个愿望 通过私家侦探 纳美逐一找到了姐妹们 当初那个爱做双眼皮的 如今是保险人员 满嘴脏话的是装逼的贵妇 出身幽默家庭的书呆子 现也成了家庭主妇 还不受婆家善待 梦想成为韩国小姐的 因家到中落成为了陪酒女 纳美看着心爱的女孩们 当初是那么肆意昂扬 现在却都被生活压得无法喘息 她心疼又无奈 可当他们又聚在一起时 就好像忘记了生活的琐碎 全回到了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纳美得知女儿被人欺负 就带上姐妹们 把那些人收拾了一顿 虽然他们被带到了警察局 却好似找回了自己的青春 现在春花越来越虚弱 其他姐妹都找齐了 只有秀智 始终找不到她的踪迹 终究那天还是到了 春花走了 临走前她知道自己以后 都照顾不到这些姐妹了 于是就把名下的部分财产 分别转给她们 不至于让她心爱的女孩们 到了晚年还要被人瞧不起 除此之外 春花还有最后一个摇片的舞蹈 是他们桑尼友谊的见证 虽然各奔东西 但这份真挚的感情 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质 一去中聊 这时那个女人走了进来 是秀智 她还是来了 时光荏苒 到头来最新兮的还是青春 那段想起来就会带笑的回忆 在年少轻狂的岁月中 有能陪你哭 陪你笑的朋友实在难得 步入中年的七个女人 已被生活磨平了棱角 但只要相聚 就能拾起美好的回忆 毕竟友谊 天长地久 好了 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 阳光姐妹桃 我们下次再见